热糖 爷爷爷爷 爷爷 送你一个超级美味的冰淇淋 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是我从很远的地方 专门给你带回来的 我自己都没舍得吃 谢谢你们 这真是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一重啊 什么意思呀 这是一个关于礼物的故事 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千里送额毛 你们没事吧 缅薄膏 要去给大唐送礼物的使者 我们没事 谢谢爷爷 谢谢你 好漂亮的鸟啊 这可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天鹅 它代表着很深的情意 是送给大唐的礼物呢 它腿上怎么还绑着绳子呀 因为它太贵重了 得特别小心地看管和护送呢 那我们帮你一起护送天鹅吧 大唐离这儿有一千多里远呢 你们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们赶快出发吧 天鹅 天鹅怎么跟我们一样脏了 这可是送给大唐的珍贵礼物啊 这么脏了怎么行呢 快来看 那边有个湖 我们给它洗个澡吧 天鹅真美啊 不好 不好 我要飞走了 完了 好嘞 为了送天鹅 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 天鹅飞走了 怎么办呀 我们 我们现在只剩下这根青飘飘的天鹅毛了 那我们 就送这根鹅毛吧 你们走了 你们走了一千多里 就是为了来送这根鹅毛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照看好珍贵的天鹅 不小心在路上 把他弄丢了 只剩这根鹅毛了 我们看他太脏了 就想给他洗个澡 结果不小心 他就飞走了 你们别哭了 你们别哭了 我不怪你们 你们都起来吧 我知道 虽然这根鹅毛很轻 但是你们千里来送鹅毛的这份情意 却重得很哪 皇上 原来这就是爷爷说的 千里送鹅毛 历轻轻易重 我们回来了 给 这是什么呀 送给你们的礼物哦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送的礼物 礼重情更重 国学小讲堂 小朋友 今天讲的故事 后来成了一句常用语 千里送鹅毛 礼轻轻易重 在故事里 使者缅薄膏 送给了皇上 一根羽毛 虽然不是贵重的天鹅 但皇上 却感受到了 缅薄膏的真诚 与感情 同样的 呱呱龙和团子 送给我的冰淇淋 虽然已经变形了 却包含着 他们的情谊 小朋友 我知道 你肯定 也很喜欢收礼物 你是不是喜欢 气派的汽车模型 还有 最漂亮的小裙子 相信 你学了故事 也明白了 一件礼物 不是越贵 就一定越好 只要 你在一件礼物当中 感受到了 爱和温暖 无论 它是一双手套 还是一片落叶 都是 值得你珍惜的 礼物哦 悄悄告诉你 包含真情的礼物 才是最珍贵的礼物哦 今天 你可以在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 就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哦 你需要 帮我 我 来 irgendwie 不 是